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正我做的 人家也不稀罕 停 好 接下一位选手李徐丹来接着表演 好 谢谢胡先生的表演 注意一下情绪 情绪要连接 从上一个戏点准备一下 我们接着开始 感觉我做了 人家也不稀罕 好妹妹 你看看 这是什么 我几时把你给我的东西送人了 我知道 你呀 也是懒得给我做东西 我现在连这个香囊 我一块还给你 你 你不用和我好一阵歹一阵的 要脑就两开手 这算什么 好妹妹 你饶了她 妹妹 原始我说错 妹妹 我方是说玩笑的 你不能当真啊 停 好 好 许丹就演到这里 有请第三位戴玉 来 接力往下演 好 有林军军来继续往下 准备一下啊 你 开始 你不用同好一阵打一阵的 要脑就撩开手 这算什么 好妹妹 饶了她吧 我方是说笑的 你不能当真 你只管找那些可以说笑的人说笑 我是小信之人 听不起二爷这样说笑 好妹妹 那你就看她这荷包的面子上 饶了我吧 荷包是我做的 竟然和我的人一样 还我 我不还 你还我 二爷 老太太叫你过去呢 哦 我这就去 嗯 好妹妹 这个荷包 你替我收着 赶明儿 你捧好了 我还带着 我呀 去去就回来 等着我啊 好的 谢谢三位待遇选手 好 也感谢两位表演嘉宾 谢谢飞宇和苏航 有情出演 谢谢你们 好 都挺棒的 真的都挺不错的 是 那他们表演完了 我们要请评委来点评一下 周琳老师 我先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啊 黛玉赌气回房 我问一下 黛玉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第一位 黛玉 十八号 嗯 香香馆 二十九号 嗯 住在贾母的房里 三十二号 住在贾母的房里 好的 这个段落是在第十七回 大观园适财提对额之后 所以这个时候 姐妹们还没有搬入大观园 应该是住在贾母房里 对了 考虑是红楼金石哈 嗯 好 这一段 呃 要注意这是 宝玉和黛玉很 很重要的一个 一段戏 这个时间段呢 他们两个呢 是属于这个感情蒙动期 感情蒙发期最初 所以黛玉有一个 贯穿动作的心理依据 是什么呢 不住的试探 宝玉呢 就是不住的表白 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 表演教师阐述的很好 你们掌握的都不错 呃 从赌气到又愧又气 一直到很欣慰 看的这个层次很清楚 三位表演的都不错 好 得到周琳老师的手盆了 好 那我们想问一下 齐世龙老师 齐老师 您觉得他们表演的怎么样 我觉得三个选手表演都不错 呃 当然说 后两个 29号和32号 我觉得层次好像要更多一点 因为这块啊 我觉得这个表演呢 里边涉及到激情 但是激情啊 原本是有很多种类 是有很多层次 而且这里头更重要的是内心的 这个交流很重要 我注意到他们有人会用眼睛交流 有人呢 对象有时候经常会丢失 交流不适 时时都能把对象 如果能把住就会更好 哦 评委的眼睛好多啊 对啊 他们都是专家嘛 那现在我们请他们打分吧 好吗 好 那现在我们要请评委来为三位学生打分 首先请评委为胡珊打分 同时有请高级媒体评判团的朋友们为他打分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 三位评委是亮了一盏灯 好的 来 胡珊请回 接下来请三位评委来为李旭丹亮灯打分 好 同时有请高级媒体陪审团的朋友们为他们打分 好 两盏灯 嗯 好 接下来请评委来为林真真亮灯打分 同时有请高级媒体评判团 好 一盏灯 都为他们打分了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好吧 好 我们综合一下 看一看他们的总分 好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是啊 李旭丹 请先初恋 旭丹 目前你的分数是23.34分 嗯 你安全归队 对 你目前三人当中分数最高 好 那剩下的两位选手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现在你们俩打平了 都是15.56分 连小时连后两位都一样 他们俩长得也特性